最近江树影终于尝试了古装剧 而且这部剧已经杀青 马上就要播出了 名字叫做孤城碧 这部剧是正午阳光出品 大家都知道正午阳光出品的剧都是很不错的 比如都挺好 而且这次江树影还是和王凯合作 想必大家都十分的期待 在剧中江树影适应的是曹皇后 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平生唯一的遗憾是对丈夫有隔阂感情不深 对于剧中演员的演技 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担心的就是江树影的古装造型问题 毕竟一直以来江树影饰演的都是现代剧 从来没有演出过古装剧 虽然江树影的现代剧造型让人觉得她很美 认为她具有现代美 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古装剧造型的 江树影很少接受演古装戏 没想到她的古装造型一出来 也是让人惊艳了一把 温婉秀丽的好像她从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在不成毕的预告当中 发现剧中的江树影优美大方雅致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预告 却让人反复看了好几遍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眼 都是无死角的美 让人感到惊艳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在更新哦